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准时收看还是我们的盘后解盘的节目 今天台北股市震荡震荡震荡 总是都没有红过 跌了95点 但是跌了95点以后 今天涨停的加速有19家 那大部分来讲我们看一看 来看一看 运输类股礼拜五很强 涨2.88% 然后我记得水泥类股礼拜五涨2.3% 那今天都跌了 然后这一个 那个叫2201 是不是2202 不是错了错了错了 181802 1802的台波 哇一大溜溜室 在这里买一筹金 在这里买一筹金 然后这个 这个投信买了2万多张 买了2万多张以后呢 外资卖了2万多张 今天赏投信一支跌停 你说难 这投信买了2万多张 这投信买了3万多张 哪里不买买在这么高干什么 所以有时候难度在增加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时候 获利的关键选股买卖点 我们要输客 我们要有思考的空间 不要说人家买我就买 要输客 要有思考的空间 那这个礼拜呢是圣诞佳 圣诞佳节嘛 这个礼拜放假的时候 所以圣诞佳节跟红包黄金 你怎么去拿呢 在国际股市的状况里面呢 12月落的 以美国高期来 12月落的都比较多 那从圣诞节之后就是 12月25号以后就开始 大家有人买了 就要原业效应了 所以基本上这禮拜 比较强一点 在国际股市也强 因为chip地就都放假了嘛 以前是有疫情 没什么放假 然后想早以前就都放假了 都去什么乡辆埃安 去哪里去出场了 去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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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海滩都没有 都挪泳的那个海滩 都是这样 我是随便乱讲 你不要说乱讲 那chip地就都放假 那现在来讲 你说这样要大买 不太可能 那这个时候就倒倒滑 倒倒滑 倒倒滑 这个盘的结构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这里跌了95点 那OTC没有跌呢 OTC 所以中点在这 我们看一看 这是这样 那4000呢 没有跌 代表小型股还是比较强 2731 我记得在礼拜五的时候给你看 相关差一户漲停 收拔差一户地停 今天又继续落 那你把它买进去 这样 辽16% 今天又辽5% 刚才辽2天辽2天 是这样嘛 所以那个难度啊 难度你增加 难度你增加的时候呢 现在货利的关键是什么 再看一下 选股跟买卖点 我们要组心定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股票是没有做 不是那一位的 跟风 人去买我们就买 你说人去买我们就买 那1802 那投信大买 我们今天去买就拿起来 投信大买2万4千张 你今天去开盘 买下去 要怎么拿起来 买下去不就拿起来 你要8%而已 是不是 那钱也没拉扯啊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投信这钱是拉扯 所以我说今年的操作 它的难度再增加 难度再增加 这样了解 你要自己知道 这样的状况 那今天类股来讲 上个礼拜五 涨最多的是 2.88% 我记得是2.88% 2.88% 对 那个运输类股 运输类股 那运输类股涨哪一个 2637 开高 那2609 下来 2603下来 然后2615也下来 基本上是这样嘛 那这个下来 那你觉得这下来 他是买点还卖点 我认为货柜山雄是买点 那至于有多少利润 真坏说嘛 你看这3189的景色 这样起来 你如果撞起来 这样就下来 然后来到这里 你要卖吗 这里就不是你该卖的位置 这样了解 所以难度你增加 难度你增加 今天还有9919 9919康纳香 所以口罩涨 中国大陆疫情不好 那要来买口罩 以前人中国 要给我们买口罩的时候 我们不愿买人 你现在要买油 给你帮你帮他 我告诉你 那不是这样 他现在他是全世界口罩 生产最大国 他需要跟台湾买口罩吗 我现在你给你问 他现在是全世界 生产口罩第一大国 他需要跟台湾买口罩吗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 已经插到嘻笑了 插到嘻笑了 是不是这样 插到嘻笑了 有的去到什么相关的一些股票上面 都已经涨到血糖仪 四片 就是涨到这些股票上面去 有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 中国大陆的那一个实际的状况 跟你讲一讲 那到底什么股票可以涨 到底什么股票是用炒的 那我来跟你谈一下 好吧 那来到这里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再来看一下 观光类股有涨一下 我看一下是涨什么东西 涨了这一个 像精华这一些股票 那没有涨 没有涨这个 2731 没有涨 对啊 2731 没有涨这个 没有涨熊师 5706 没有涨凤凰 没有涨旅行社 涨那一些饭店类股 那从类股来讲 再看一看 涨生计 生计障碍涨是正常的 生计涨是正常的 基本的架构来讲是这样 那电子股有不同的一个走势 2330 跌了 24 年花咖式跌了 2303 跌了 那2317呢 涨了 为什么 他把那个 紫光这些车处理一下 其实对鸿海来讲 比较单纯 我认为比较单纯 他避免去 误触 美国对他的那一个 监控 因为你入股 紫光 你说紫光 把这个没掉 没掉 没掉 这有的时候 不 有讲 那有时候勘清 他们说不清楚 所以他把他 你看 鸿海把那个 紫光处理掉以后 鸿海收在今天的将近最高点 鸿海的股价是这样 相关于大盘来讲 他是不是漂亮很多 对 所以重点是这 那所谓鸿海这样起来的时候 那有的人会去讲 讲哪一个 叫我会讲8261 我就认为说 那这个时候下来的富顶 你就可以去注意 我认 我认为是这样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 我觉得富顶 你就可以去注意 因为他毕竟在 小IC的这一些 相关的股票上面 OK 好 那再来讲到了什么 我等一下再专门来讲 生技列股 再来讲到储能 讲到储能 对不对 储能是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 就跟他讲储能 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跟他讲储能 那讲到哪里 我们讲到高利 高利今天你看 他一路涨起来 我给你看 对啊 这样好了 这样看 高利从7月这里 一路涨 涨了两倍 一路涨 涨到这里 他这样本益比是几倍 本益比是50倍 为什么 我给你看一看 他赚2块2毛4 这一季赚多少 赚1块 然后这个位置再起来 那我就再给你赚1块 1块2好不好 那你就当你是4块 4块的话 对1百 170几块 40几倍 40几倍的本益比 一路起来 那投信有大买吗 没有 外资有大买也没有 那为什么股价是这样 那叫国据趋势 那所以他另外涨了 另外一档股票叫6806 6806的部分 这是深微能源 深微能源 我们跟你讲的时候 在哪里 我在讲 深微能源 我在讲的时候是68块 对不对 深微能源在这里 在这里 我讲的是这一天 那这个时候隔天 投信就买1000多张 再来再买就上去 那他就要再拉回来 我觉得正常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获利也没有那么好啊 如果以他今年获利来讲 本益比大概五六十倍 那五六十倍架构是这样 那这些都涨了以后呢 还有什么股票 还有什么股票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注意呢 这个深微能源 对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是什么 另外可以注意的不是就是 我把这个放起来 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不是8028吗 那8028来到这里 他就守在这里 守着阳光守着你 就守在这里 守在这里 那这个投信卖 那外资开始很回买 那么从国际股市上面来讲 再生经营并没有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的生洋电池 生洋电池 是我们国内最好的储能电池 No.1的储能电池 加上呢 他又是4680的电池 等等等等 很多的利基在这里 加上他的营收 我给你看一下 营收这个地方是历史新高吧 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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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12月又是历史新高 那股价 他的获利是不是 他的营收是不是一季一季 我们给你看一下营收 营收是不是一季一季 八亿多 再来八亿多 九亿多 十亿多 这样往上走 他营收是不是不断起来 然后对他来讲 他从挂牌到现在 也没有说什么 什么蜜月 哪有什么蜜月 就这样嘛 那所以来到这里 就等待这一次 再增量 他缩量下来嘛 再增量就可以挑战前面 这个高点 这高点你自己看 我不能跟你讲 就是不是这样嘛 所以这个叫做概念 那所以较慢嘛 你看像 6806的时候 他这里地方 你看这里会涨嘛 结果等头信来买 他才拉到涨停嘛 拉涨停再回来 拉到这个均线 是不是给你低阶的机会 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当8996都已经走成这样 当8028又有电池的体材 那股价还在这里 是不是有点 有点超级的委屈 这就是超级的委屈嘛 然后他的股价是这样嘛 这样一个下降压力线 刚好是这样 对不对 那刚好大会量收到极致了 那从这个位置 12345678910 那111213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礼拜就见了 波段的第二个低点 然后搞不好增量就往上了 这样了解好不好 那这些我们都很简单的讲 讲到储能的相关 等一下呢 我们回过头来要讲什么 等一下回过头来 要跟你讲什么 等一下回过头来 要跟你讲生计列股 生计列股 因为疫情 中国疫情的起来 加上国际上抗生素缺 所以先涨哪一个 4167嘛 这是松瑞耀嘛 这是抗生素的 那抗生素来讲 美国像培兰 这个美国他占多少 美国占他50%的营收嘛 然后欧洲大概15到20% 中国大陆大概有30%嘛 那所以他股价是起来 你看一根 然后两根 三根 休息一下四根 再拉起来今天没有嘛 那股价有没有创高 滚量上高嘛 那头信有没有买 没有外资 那你看4114 是不是头信买 他是一路这样起来 这个位置 我讲4114 我来拿一下 当时在这里 当时在大家都在讲 钻石生计的时候 我就讲说 建桥的32块 是绝佳的买点 现在我们看一下6901 79块 那建桥呢4114 现在52块 好吧 等一下我回来 再跟你讲哪些股票 哪有续航力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如果你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可以加入我们的互动群组 或是我们呢 现在有个小红包专案 自己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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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 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这个部分是这样储能如何稍微休息 因为储能股稍微个股表现 储能稍微休息的同时 那大家focus的重点再去看一下 大家都跑到生计去 生计我们从那个 标白药看 6446有戏吗 没有 66175大戏吗 没有 都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这个新药 新药没有动 那他到底来到哪里 来到雪明药1752南光 这不是到这个真剂跟雪明药吗 他在中国有跟他要进一千万剂的那个真剂 对 一般在急救药用的点滴 对吧 点滴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个拉起来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股价在这里昨天礼拜五的时候 投信买了一千五百张 直接今天就供到涨天了 那另外一个是414 就是爱克潭 这个大家都知道 爱克潭 因为他爱克潭的概念 从这里就开始涨了 涨到这个地方投信才买 买了一千四百多张 然后今天还是涨的嘛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剑桥相关的叫6461 我导得要说6461就是义德 就是鼻喷剂 气喘用的那个鼻喷剂 基本上来讲本来他比较强 本来他比较强 但是这个时候呢 关键的部分就是411是比较强的 他都带上来 然后他就把剑桥带起来 这样了解 那再来的话就跟人家讲到4130 他说我有一些什么 我给你看你看他怎么讲的 有的他是剑桥生物 那我有一些原料药相关的 他就拉起来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这样 那康生素的4167就拉起来了 松瑞药 松瑞药以前叫展望 就拉起来嘛 他就的确那个抗生素是不够的嘛 就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很多股票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再拉起来 加上1720 1720的这个声达 什么3705吧 3705的永信 这个都是这样 什么1734的那个姓辉 姓辉今天就没有涨了 然后今天还涨到8436 涨到这个大疆 涨到4137的利丰 对不对 涨到6666的这个罗利分 基本的架构来讲是涨到这一些嘛 那到底如果以这样来讲 到底中国到底哪一些公司会受费 要么你有药证 你说1752他有没有药证 有药证 4114有没有药证 有药证 再来其他4167有没有药证 有这有合作 partner有合作方 然后41130 这些可能都有合作方 那其实如果以这样 这么多的学名药 跟抗生素的相关一些股票 到底谁最受费 来我拿给你看 到底谁最受费 我讲给你听好了 叫中化 那为什么中化 因为第一个 他在苏州 中化在苏州有两个厂 然后前三季他是1.25 1.25 然后这个台湾原料大厂 包括降血脂的 然后骨骼肌肉松弛剂 包含这个一大堆 他只要有的他都都有 拿都拿得出来 肌肉松弛剂为美国市占第一 对外销比重 基本上来讲 每周是占65% 但是因为他有苏州 苏州两个厂 苏州的厂 所以他今天被关紧闭 为什么 因为他滚亮起来 滚太凶了 这一天 然后涨停 然后在这里休息 那这个滚亮起来 那滚亮起来 我要去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他的获利 比的他是1块2毛5 他有没有赚钱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那今天还有股票是很小支的 什么强升 强升也来到涨停 这个成交量也就一点点 这个相关的就是 这些相对的一些股票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讲的是 我再给你讲 中国要跟哪一家合作 他会像我们以前一样 当我要不够的时候 我难道是放一支 都不管 让别人去 黄牛二二吵 不可能 他一定会有限制 对哪些要形成征收 就是征收 这几支药我要用 跟我们那时候叫国家队的概念是一样 国家队的概念你了解吧 中国更把 那我们台湾的药 第一个会让中国把它合作 或是下order给他的是哪一家 你知道吗 南光 哪一个 我念一次给你听 你再看念一次 他的公司的名字叫 中国化学制药 我这样讲 内航人一看就知道 我其他 其他要下给台湾的药厂 我下给台湾的药厂 所以要排出来 第一家要核准通过的是哪一家 这不是这啥 中国化学制药 中国放前面 不然叫台湾化学制药 你看有镇盘吗 阿翔你怎么讲得这么敏感 我跟你讲 本来这市场就是很政治 本来中国市场就很政治 是啊 本来就这样啊 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 他如果在一些药品的采购名单里面 如果台湾的清单 你看他会不会是类第一家 中国化学制药 你自己念 还要我讲 这你试试看 我跟你讲 对中国做事情 一定要党的政治 摆在第一个啦 这没办法的啦 那不然我跟印度买就好 我干嘛给你台湾买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他合作新剂型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呼吸道的用 然后拿到台湾原料 药的包含很多很多 一大堆都是他的 他的这个药品 那中化基本上有原料 药有抗生素等等都有 大概什么都有 他被关紧币嘛 因为他涨了很多嘛 1752就不用关紧币 1752他就比较高水啦 1701比较雄嘛 1701现在是几块 1701现在是赚一块的马虎啦 所以现在很多股票啊 基本上来讲 你看有一些股票 你要去注意到那个轮动的 轮动的节奏 我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 可以去对比的 然后17 这个17 1734 1733块多嘛 所以这一些股票呢 最重要的 我只能跟你讲啦 他就是目前来讲 如果2万在这个原料要合作 他是摆第一个啦 那4746大家想说我也有 可能跟中国一些合作台 你看这去台就减50分 台啊 你知道那我这样讲你一定会催我 那本来就是这样嘛 他在审核很多的东西就是用这样 直视直接的感觉嘛 是这样嘛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很简单 他给中国以前会给有一家公司去做星巴克 因为他叫统一啊 你如果统一的名字改成独立 看看你能不能去做星巴克 或者改成台独看能不能成星巴克 不可能啦 那所以我再跟你讲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一些股票呢 当然国内有买 国内有买 当然1752 1752你看南光 这头信买最多嘛 买1500张嘛 所以他今年涨金 那本益 他股本比较少 那4114 他股本34亿 他虽然买1400 他也会慢慢涨上去 因为他毕竟爱歌坛的要证 就是在那个地方嘛 这样很清楚告诉你 那当未来在原料 他其实中国会缺的就是原料 药的这一块 他其他的成品药 他不可能给你买啦 他就原料药啦 抗生素啦 这一些 这一个部分嘛 那这一个部分来讲 那1701不是就是嘛 17是我们化工股的No.1 对吧 那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大概没有人会跟你讲 这么敏感的话 我刚刚已经给你看什么 给你看什么 给你看名字了 看什么 你说没关系 你试试看有没有关系 我在中国投资了30几年 我怎么会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 是吧 再看一遍 好吧 那我就很简单的跟你讲一下 毕竟他不是只有单纯名字 他毕竟在苏州油厂 那一些 所以中国的这一块 他是必须要 很需要的 包含原料 要包含抗生素 包含这一个什么 什么很多的这一个 这个解热的 这一个原料 基本上来讲 对中华都是这样 那就是这一个嘛 他被关紧闭 关紧闭今天他没涨 那1752已经涨了 你也够人家一支 那1701怎么有去 在这减去啊 他就在这里 我觉得他在这里 整理完了以后 未来解禁的时候 他的行情应该还有 还有机会可以 应该还有比较大的行情 我的认为是这样嘛 我把他线图来跟你讲 他的线图是这样 对吧 你有看到吗 对吧 好吧 今天就很简单跟你讲到这里 然后任何的问题 加入你的互动群组 我们要有个红包的专案 邀请你加入我们 在封关以前的这个活动 好 获利的关键是什么 选股跟买卖点 祝你操作顺利 再见了 拜拜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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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优优优独播剧场地下转发